21日下午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韩国外长康金河举行会谈 据悉 两人的会议持续约35分钟 双方就日本对韩现贸 二战韩籍劳工索赔案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韩联社称 双方意见分歧仍较大 但就为化解矛盾而保持对话达成共识 报道引述不具名外交官的话称 会谈整体氛围较为凝重 意义在于重启韩日外交部门对话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会谈结束后 向记者表示 日韩外交部门过去就一致认为 有问题就必须去解决 希望能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另外 关于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河野太郎则表示 由于这对日美以及日美韩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框架 所以应当切实地维护这一框架 21日当天的重头戏是第九届中日韩外长会 三国外长会后共同会见记者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我们关注近来日韩关系出现的困难 支持日韩双方借三方外长会这一契机举行双边会晤 日韩朋友讲以心传心 中国人讲将心比心 我们希望日韩双方切实照顾彼此关切 建设性处理分歧 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善办法